全美台湾同乡联姻会的前全美总会长李秉信 痛批总统蔡英文 每出访一次就断交一国 呼吁全美侨胞积极出席25号 在圣盖博士喜来登大饭店举办的全美台联 抢救中华民国事实大会 如果要靠这一种所谓的两岸因素 或者操作中国因素来影响台湾内部的选举 那我想有智慧的选民 他们一定看得清楚 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或者马上会质疑说 那你要不要讲一讲 你过去四年的政绩是什么 未来的市政规划是什么 在这个海峡论坛之后 其实台东的农产品马上就可以 金钻凤梨就卖到福建省 在高雄的部分 其实韩国瑜他第一件做的事情 他就是去找许立民 在代理市长 把这个问题跟他一起做说明 换句话说政治归零就是这样子 前全美总会长李秉信表示 活动将请到五位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包括江启臣 林立禅 陈怡明 李燕秀 以及王玉敏 并且联手花莲县政府访问团 以及来自芝加哥的全美台联会会员 共同呼吁真心爱护中华民国的侨胞 踊跃到场支持 集思广义阻止民进党 有计划性的败光中华民国放交国 东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好